作词 李宗盛 把前程回忆都撕碎 不留遗憾作祟 奢去一生的漫长 换一回 假如决定卸下防备 真心挫抚于谁 敢给就不怕摧毁 爱不愿沉睡 盼冬天地也无愧 殊途不同归 我也无怨无悔 因为你是宿命无解的谜题 所以我祈求有奇迹 都专心 哪怕被岁月燃尽 而我只愿为你去行 寻命为永远的奇迹 至此不与你路同行 爱就是神秘里最美的意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启元宗实在是太可恨了 嗯 上当的人也笨啊 以为拜个神就可以天上掉馅饼 活该被坑 嗯 哎 清明 居唐主回来了 看见了千军 咱们正五盟的唐主之中 唯有他没有真刀真枪的拼过 脚踏实地的营过 对 唐主的位子 他不配 对 我还以为姬教堂早没了呢 千军 起名 石方是同门 又是唐主 你们俩修得无礼 是 是 为唐主 下去 石方 喜酒未见啊 我现在还要去吕大芝家看一看 你呢 照顾好客人们 等我回来 请你们喝酒 告辞 哎呀 石方 哎呀 石方 啊 这位大哥倒是挺好爽仗义的 哦 阿养是永武堂的堂主 平日人缘几好 啊 也是我在镇武盟 最要好的朋友了 刚才那个徐启明和陈天军 就是他堂内的人 哦 石方 嗯 你的姬教堂有多少人啊 哦 哦 目前 就一个 啊 那不是说明 这年头玩机关玩得好的人更少了 师父 我觉得你更厉害了哦 谢谢你 小月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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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你们正有蒙看上去 怎么了 不错啊 嗯 挺好 还有那儿呢 前面 前面 走 快点 赵妍 好久不见 我们好想你 我也是 看来小赵妍 并没有想我们 前辈还是那么爱开玩笑 龙兄 刚刚定怎么不在 我方才听到了外面的骚动 但我毕竟不是正武盟中人 所以便在此等候了 没想到 竟然发生了这种事 一定要尽快 将灭齐元总 欢迎诸位来到正武盟 明秀姑娘 你师父近日可好 劳烦盟主关心 家事一切都好 嗯 啊 盟主 这几位就是我在信中提到的朋友 嗯 那是小月 今朝 还有贤卿前辈 早在十方信中 就知晓三位的名号 近日又从洛家主口中 听到你们的英雄事迹 今日一见 更胜耳闻 总盟主过奖了 十方 出去这么长时间 只烧回来两封信 对不起啊盟主 总盟主 这一路行来 十方帮了我们很多的 没错没错 捣毁齐元宗 在洛日村的据点 十方可是立了大功呢 是吗 看来十方此次出局历练一番 大有长进啊 主位少侠 快尝尝 这景安特有的冰饮梅子汤 用来消暑最适合适 请 好凉 慢点啊 月公娘若是喜欢 还可以再 再来一碗 你还真是不客气啊 谢谢 谢谢 我许久未曾回来 对这家里的味道 还真是想念得起 既然如此 那你就在这儿多留些识人 我是说 那位兄弟 再给我也来一碗 听十方信中说 你们也在追查启元宗 左盟主 启元宗作恶多端 铲除他们是我们分内的事 月兄 我已将贬落还之事 告知了左盟主 郑武盟和启元宗 虽缠斗已久 但 我们一直没有 其胜宣的线索 不过月少侠不必气馁 说起来 近日我们收到不少英雄好汉 发来的匿名情报 根据这些线索 我们一举剿灭了 启元宗 江宁分堂的据点 瞧瞧启元宗宗主 正在当地寻查 被一同剿灭 另外 我这里还有一块 此前洛家主 从洛日村据点 发现的京石 可惜 我们也不知道它的来历 以为 可有线索 这不是屋檐村的京石吗 怎么会出现在洛日村 不如 拿京石的情报 卖个人情 任何也好托 张武盟报们暗中 追查一下身世 七 你看这京石 像不像我们在屋檐村 看到的吗 没错没错 我记得 我刚醒来的时候 好像看到过这块京石 左盟主 我们在屋檐村 生活过一段时间 既然这京石 与屋檐村有关 若某主不嫌弃 我们愿意 前去查探 娄兄 是不是 当然 好 那老夫 就静候佳音 几位少侠 既已来到景安 这几日呢 就让十方 好好招待你们 是 来 大家快进来吧 这就是我的技巧堂了 师父 你的技巧堂好好看啊 师父 这是什么 这是测锋利用的 测锋利有什么用吗 这个自然是有大用处的 这个在打仗之时 浓庚之时 锋利的测算 都能用得上 哦 展颜你好厉害呀 是是是 我房间里还有好多 有用的东西呢 我再带你们去看看 嗯嗯 走 走 这儿 这就是我的房间了 大家随意参观 我从来没有见过 这样的房间 别碰别碰 这可是我的防御机关 不能随便乱碰的 其他的你们都可以 随意参观 小师方对机关 还真是异常热情 何止是异常热情 这些木头机关 他巴不得拿来当饭吃 法由竖起 鸡由新生 总有一天 我会让世人都看到 他们的好处的 是啊 那这还得靠居大侠 将来把他们发扬光大了 谢谢金正 啊 前辈 多谢 小赵妍 来喝茶 多谢前辈 你来景安也有数人 有没有什么好景推荐地方 我这几日 都在正午盟内 不曾游玩 前辈 不妨问问十方 是啊 贤亲前辈 你要是对景安 有什么不了解的地方 可以随时问我 诸位 我有一些疲惫 先行歇息了 多谢小赵妍 不过现在日头有些足了 我先去补个觉 今朝 贤亲前辈和赵妍 怎么感觉怪怪的 难道你们看不出来 贤亲前辈喜欢赵妍吗 诺兄和贤亲前辈可都是堂堂七尺男儿 不能不能 他们俩这种就是喜欢啊 当然是喜欢了 赵妍看贤亲是这样的 贤亲前辈看赵妍是这样的 难道贤亲前辈就是话本里说的 单相思 这这这 这不是出大事了 出什么大事 饿了吗 带你去吃一小吃 诶 那我带你们去 你收拾机关吧 吃好吃的哦 对哦 那你带小月吃好吃的啊 来 姑娘 谢谢啊 老板我要马蹄糕 桂花糕 芝麻糖 栗子酥 还有樱花了 姑娘 甜食滋腻 吃多了会伤身的 可是我全都想吃 都来一样吧 今朝我还要喝那个梅子汤 你不会以为我们今天还有钱吧 对啊 姑娘 你稍等一下啊 我去拿点油纸啊 珠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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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找着你了 珠儿 你是谁啊 走 你让给你做个好吃的钱 是谁啊 我不认识你 去 走呀 珠儿 怎么了怎么了 她抓我 对不住对不住 二位对不住 这位是内子 因为我们前段时间 女儿刚过世 内子因为经受不住打击 失了神志 所以看见年纪相仿的姑娘 就错认成了珠儿 抱歉 对不住啊 珠儿 姚芳 那不是珠儿 你认错人了 不是 珠儿 珠儿 你看看我呀 珠儿 你不认识娘了 你不认识娘了 姚芳 你真的认错人了 那不是珠儿啊 珠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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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吃藕 小龙蒸包 还有你最爱吃的豆腐辣 放心 我不走 不走 不走 季行 快给珠儿把碗拿过来呀 你叫我什么 季行啊 好 来 碗来了 碗来了 你怎么那么粗心啊 你都忘了咱珠儿再用 哪个碗了 好好好 你等着 我去拿 我只有去拿 我去拿 你爹呀 他就是粗心 来 还是你娘心疼你 珠儿最喜欢用这碗了 你娘一直惦记着呢 珠儿啊 时候也不早了 要不你们先回去吧 下次如果来 我们几时糕点 随时欢迎 你说什么 你想让珠儿去哪儿啊 姚芳 你又忘了 珠儿已经嫁人了 走 总不能老往娘家跑吧 嫁人 看你吃东西吃得满嘴都是 但是 以后我不再可怎么办啊 嫁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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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嫁人了好 嫁人了好 冰糖葫芦 嗯 听着 这股高业 我们虽然看起来没有 街上卖的好吃 但就是觉得很好吃 人了 这就是能轻的感觉吗 嗯 也许吧 要送我们海岚好不好 咱们喝点菜 吃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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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不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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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这样 别这样 哎 前辈 哎 前辈 哎 这真多人呢 哎呀 前辈 奇提你 你自重一点 你自重一点 前辈 小赵言是在让我自重一些吗 哎呀 这是客官 对不住 实在对不住啊 哎呀 这狗 你看 这狗 我没看牢 让他从后面跑过来了 不过您放心 我马上弄走他 啊 哎呀 走 哎呀 走 小赵言不是说累了 是要休息 咱们来这儿了 还跟一只狗交谈甚欢 歇够了 出来逛我吗 既然在这儿碰着了 不如 一起喝杯茶 好啊 前辈 先请 话说小赵言 怎么连狗和脑都分不清楚啊 好啊 静照 你说 锦安这么美 有这么多好吃的 为什么大家还会相信启元宗啊 可能 他们觉得心里空吧 空 是啊 就像三年前你醒过来的时候 看什么都想割了一层杀 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可是 我从来没有这么觉得过 因为那个时候你是个小笨蛋啊 你才是小笨蛋 没说完呢 不过还好有你这个小笨蛋 天天在我旁边烦着烦那儿呢 我就是渐渐觉得 有你在身边还不错 每天光顾着照顾你 都没有时间胡思乱想 否则 我肯定要去信个什么 来填补心里的空喽 好吧 看在你夸奖我的份上 这个给你 不饿了 这可是最甜的一块 我特意留给你的 你居然会把好吃的给我 干嘛 嘴角蘸东西了 之前我蘸上的时候 你不是一直给我擦吗 那是骆秀和贤轻木 好像真的是他们两个 夏招言 其实你不必觉得欠我的 这 毕竟霸占了你的妖力二十多年 甚至还害你受了重伤 千金难买我愿意 而且我答应过你 不会再将生死置之度外 你说的 我都有听 好 请找 我们这样子偷看 会不会不太好 别瞎说 我们这是关心同伴 你懂什么 快看 我大概还有些事 先告辞了 前辈 小招言还要躲我吗 我以为我们已经把话说清楚了 没有 没有再躲你 那为何在姬小桃 那么着急要走 还是说小招言 没有把我当成朋友 怎么会 怎么会 前辈自然是我朋友 那与妖做朋友 小招言就不怕 传出去 有损落家的生物 前辈 作为朋友 这种话就不必再说了 看来不能邀请小招言 共赏西洋了 我先走了 我先走了 他们走了 我们快跟上去 你跟贤亲 我跟赵爷 好 那你一个人别走丢了 走丢了也没关系 反正你会找到我的嘛 走 行行行没 小秦昭 你怎么没跟小月在一起 就不怕小月向鱼儿入水 鸟儿归零一样 找不到的吗 我跟齐有心有灵犀术 就算让他跑到天涯海角 我也能找到他 倒是前辈一起看西洋这种事 不说清楚点 人家真的不理解呢 小金昭是在偷听我和小招言谈话 那倒没有 单纯经过 好 赵爷好巧 巧啊月姑娘 你怎么在这儿 我 觉得正午门内太闷热了 过来河边凉快凉快 月姑娘怎么没有跟月兄在一起啊 我也不是一直要和他在一起的吧 月姑娘 喝茶 对不起 没事 不不慌不慌 不慌 我去处理一下 你先坐 你先坐这儿 赵爷 如果没有猜错的话 洛兄应该是女子吧 小金昭是如何看出来的 跟洛兄结伴同行到现在 除了封烟义那次 洛兄一路上 宁愿多花钱也要住单间 从不同我们一同洗脏 而且 豆狗时全然一服女子期待 前辈 对洛兄有仰慕之情 唉 喜欢一个人的眼神是藏不住的 小金昭看小月的眼神 也藏不住的 小金昭 前辈 难道真的和洛兄 小月的好奇心这么重 原来都是跟小金昭学的 快快快快快快 说小月 小月就到了 你想干嘛 小金昭 贤亲前辈 出大事了 怎么了 是不是赵妍出什么事了 赵妍 是个女孩 唉 我还有个什么事呢 你怎么知道啊 赵妍和你不太一样 但和我好像差不多 很多地方不能乱摸的 你知不知道啊 我又不是故意的 你 crank it up 好 好了 走 走 好 走 操远 为什么要扮成男孩子 我怎么知道 你自己问他了 那明秀姐呢 你以为呢 原来只有我和十方不知道 金章 太过分了 你这个骗子 司征 属下也安排妥当 这几个人都查清了 臭金章 明知道赵燕是女孩子 都不告诉我 贤亲前辈也是 我也是才知道 都怪贤亲前辈 与我何干 等等等等 还好赵燕是女孩子 不然 我们还以为 贤亲前辈你喜欢男 喜欢男为人是不是 什么话都乱讲 怎么什么话都乱讲 走吧 等一下 前辈 换星星 狼羊 狼羊 有狼羊 我们先带他走 请 走 钱座 快 快醒醒 快醒醒 赵燕在那边 快快快 赵燕 拦住他把下 那边 仙剑 左盟主 这就是你们的代科之刀 政务盟从不与妖魔为伍 狼妖 不是我政务盟的客人 盟主 这二人窝藏妖物 咱们一起拿下 上 这一人窝藏妖物 这就是你们的事 这个人窝藏妖物 这就是俺们的事 这就是这就是 这就是这就是这就是 来啊 师叔 齐悦 怎么样 没事吧 贤亲姐妹 洛家主 明姑娘 难道你们 也要与政武盟为敌 与狼妖沆泻一气吗 洛家主 明姑娘 快杀了这狼妖 我就知道洛家主 是深明大义之人 我绝不允许任何人伤害他 盟主 不要跟他们废话了 兄弟们 上 一人 兄弟们 上 起 找去快走 别 别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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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坐 别 别打了 别打了 都别打了 盟主 盟主 贤亲前辈虽是妖 但他一路以来 帮我们追查起源宗 危难之时 又救我们于水火 盟主 贤亲前辈他 他是好妖啊 盟主 石方 让开 左盟主 既然正午盟的规矩 是不与妖为伍 我们离开便是 何必伤他性命 是妖 今天就别想离开这里 谁都别想伤害贤亲前辈 全部拿下 是 金正 起 金正 快点先进前辈虽啊 走 走 不行不行 不行 爬不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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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军长 小赵燕 連累你们了 是兄弟就不要说这种话 我去前面 拦截 争取时间 你们保护好贤亲 那我也去拦截 一定能拖到你们带走贤亲 你愿意跟妖道兄弟吗 现在还有力气说这种话 你的身份 十方早就告诉我们了 所以你早就守兄弟了 走 好 放好下来吧 快去找小月 去吧 月秀 这里还有我 来 给 去吧 那你们小心 小赵燕 让你担心 说什么呢 姐妹 不知是谁放了还行下 再吃一点 你就会被伤到了 师父 谁也不能说还仙亲亲吧 别落花 你在干什么 你 去吧 你 在干什么 你 你 你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一切刻骨铭心难忘是你 往事一幕一幕多少的笑容泪滴 都会幸福落冰 万水渐山我在苦苦寻 空旷山孤独与我回应 与城市的精明 迷得你的身影 往后余生不离不弃 这次一年我在苦苦寻 将此一生远共你悲喜 雨茫茫人海里 全盒你的亲密 别怀疑 我心事就如意 等风起等雨停 等久违的寂静 等我和你越来越近 看北极星 心动悄无声息 故事了无痕迹 一月色作序 写一只回忆 都有关你 所有换身相遇 念错你 一切刻骨铭心难忘是你 往事一幕一幕 多少的笑容泪滴 都会幸福落笔 万水渐山我在苦苦寻 空空山孤独与我回应 与城市的经理 你的你的身影 往后余生 不离不弃 这次一年我在苦苦寻 重此一生远共你悲喜 雨茫茫人海里 全盒你的姓名 别怀疑 我心事就如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